一人大牙终于配控诉遭到黑人沉剑中性骚扰 没想到反被告妨害名誉 经过多个月的审理 台北地检署今天争洁给予大牙不起诉处分 而对此呢大牙开心发文表示 一直以来都相信正义会来 谢谢司法 我依旧相信做对的事不需要犹豫 也希望这个消息能带给那些人生 现在MeToo里的朋友一个鼓励及信心 回顾整起事件 今年6月台湾MeToo风波延烧 大牙指控11年前在香港饭店 陷造黑人性侵未遂 遭到陈建中和范伟奇夫妻提起民事诉讼 求偿1000万元 但是后来撤告改对大牙提告刑事的妨害名誉 而台北地检署传唤5名证人 表示多年前就听过大牙说过这件事 检察官根据相关证人证词 认为大牙的发文有相当理由 确信为真实并非凭空捏造 因此不对他起诉 中文在这件事 中文在这件事 中文在吃鸡寻 我